大家好 我是徐明哲 欢迎收看今天的多空其盛 那么今天交线指数中场小涨了20几点 整个成交量不到800亿 就有790几亿 那么在整个台股开低震荡往上走高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今天会有很多投资朋友 花一半的时间在看昨天晚上的新闻 那么对于整个处理我们不予置评 虽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看法 但是就结果论来看 我认为投资朋友最关心的还是手上自己的股票 跟台股未来的走势 那么我们上个礼拜预告说 资金在转换的过程里面 正如同我测标所写的 从3月17号到今天为止 你可以看到盘面上虽然有震荡 台股往下侧的季线 但是老牌的电子股 一样是往上创新高 所以我们比较担心的事情是 各位投资朋友 你在这一波操作的节奏里面 没有跟上来 我们这一波在看台股 甲午黑马年 我们常常讲这句话 就是甲午黑马年 它票汉是特性 你股票一波涨上去 可以一口气让你涨个三成五成一倍 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它往下修正的空间里面 当然一根停板 两根停板 三根停板 你也可以常常看得到 所以我们在看盘的过程 我通常强调的事情是 资金在转换的过程 你必须要去洞悉它未来的方向 跟控盘者的思维 今天早上开低震荡往上拉 整个台股从最低点 拉高到今天尾盘 收贷相对高点 它拉了九十几点 可是问题是 当你看到加圈指数翻红的时候 你必须要去检视手上的持股 不是吗 这一排叫做生计类股 我上个礼拜已经特别强调 我就不多花时间在这边讲 这一排叫上柜的股票 今天有16家股票跌停板 我记得我在上个礼拜提醒说 上柜的股票你要特别的小心 当时我写的记录是9家跌停板 今天是16家跌停板 当然我也希望你做避开的动作 因为股票市场是战场 它不是让你去投同情票 或者虚虚投锦上添花的票 它只是要告诉你 如果你每一场战役 孙子兵法里面讲了一个 很重要的关键是在于说 当你每次打仗 你必须要胜战 什么叫胜战 谨慎的胜 当你评估好所有的条件 你认为打这一场仗 对你来讲 会取得胜利 高达8成或9成以上的时候 你才出兵打这一场仗 因为中国很多历史的上面 比较多的王朝 为什么会做 后面做灭亡的动作 主要是因为 每一次发起战争都不谨慎 有的人是好大喜功 有人是没有评估好自己的国库 跟自己的兵潮到底有多少 所以一波战役下来 不但没有获得更大的胜利 反而把自己的王朝给送掉了 那么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面有感而发 我说我们每天兢兢业业 在这个节目里面 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你该怎么做操作 你该往哪些方向做前进 你该舍弃哪些方向 不要再执迷不悟 那么我们在讲的过程里面 其实伴随着很多的股票 上涨或者是下跌 当然我们的节目是站在多方 我也不希望去讲太多空方的讯息 毕竟一个股市 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如果大盘上涨28点 理论上是不是你的股票要涨 对不对 可是为什么还是有这么多股票在破底 正如同我们上个礼拜特别暗示说 去年最热闹的族群 今年你要特别小心 升级类股就是这一块 不是吗 所以回过头来讲 来当我们在3月20号的时候 其实我写出这几个字 代表有些事情会发生非常大的转折 到今天为止 你就可以持续的做验证 所以当你在看盘的重点的时候 你不是看到大盘跌92点 你要看到资金往哪边窜 正如同今天我的会员很可爱 他说徐老师今天开盘会不会没有人买股票 那我就告诉他说 不是没有人买股票 今天大盘的成交量有790亿 代表有790亿的筹码卖出来 也有790亿的筹码进去买 这个叫做成交量 不是吗 所以大盘不是没有人成交 没有人做交易 而是买的人在想什么 卖的人在想什么 如果今天早上你一开盘 因为昨天晚上非经济因素的影响 早上去卖股票 你会非常的后悔 我就举一档我们手上的股票来当例子 像5227F立凯来 早上一开盘的时候快要跌停板 不是吗 是吗 快要跌停板 你知道吗 如果你早上因为恐慌性卖鸭去卖掉它 后面它涨上来翻红 你会觉得很欧 一来一回 差得接近一根涨停板的幅度 如果100万就差7万 所以我们不断地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在股票市场 每一步都要很谨慎 每一步都要很小心 早上我们发的call讯是什么 昨天的因素 非经济因素 所以早上10点之前 我评估最晚两个小时 整个大盘的卖压会被宣泄掉 然后强势的股票就会开始往上走 这是我们当时收到的call讯 所有的会员可以帮我做一个印证 不是吗 所以当你接到这一根call讯的时候 你可以很清楚地告诉自己 今天在作战的过程里面 前半场你先不用担心 后半场再来看哪些股票转强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我们在讲股票的过程 尤其是每一天每一天 它都是一个连续的 它不会突然偶发性的就告诉你 今天大涨明天大跌 它断断续续 它都有某些蛛丝马迹 让你去发现 只是当你发现趋势的时候 你有没有办法及时地做应对 这才是你要的 不是吗 来 所以回过头来 我们3月20号告诉过你的事情 现在有没有做印证 当然有 当大盘跌92点 我们让你当断折断 你的小心股赶快丢掉 去换中大型的股票 后面3月21号上个礼拜五 大盘虽然跌20点 成交量是945亿 我说尾盘这一盘 出了一个大量 有人卖就表示有人买 重点在哪里 量缩测续线的过程里面 上柜指数是往下破线 到今天为止 大盘开低往上走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就在涨升的幅度来看 老牌的电子股 它还是领先做突围 当你每一天 都知道资金流向的过程 那我请问你 如果资金的流向 正如同我不断地 跟各位投资朋友 沟通一个观念 我们在做每一次的 行情规划之前 都会把所有的状况 给预设好 然后它走到哪一步 是符合我所预设的状况 那么你就按照 自己的规划往前进 这是你每天都要做的工作 不是吗 可是问题是 当我讲出这句话的时候 请问有多少人 会按着规划走 我不知道 可是我可以很清楚地告诉你 一个好的营救团队 就是要把所有的事情 全部给假设好 才可以带领会员 在股票市场里面作战 而且每一场小仗 通通打赢之后 后面就会变成一场大胜利 所以我们在加圈指数 上个礼拜三角收敛的过程 我们提醒过各位 三角收敛跌破或突破 为量试问 虽然它后面往下跌 但是我们提醒各位投资朋友 季线还在往上走 这边顶多叫缺口 不管是季线或缺口 它具备一个强烈的支撑 化解背离的危机 必须要电子股转强 季线走量缩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 今天台股预估成交量 就有790亿 它是不是量缩往上拉 对吗 既然它量缩往上拉 就代表什么事 今天早上开盘10点钟之前 卖压萱却完毕之后 后面想要卖的人 已经变得很少 正如同我们之前 在规划大盘的过程 你记不记得我在这一天 3月20号提醒过你 我说大盘一旦回撤季线 如果它的结构是对的 后面台股 还有一波创新高的机会 所以当来到季线的过程里面 你看到量缩电子股转强 就代表什么 这一波是有可能发生的 既然它有可能发生 那么我请问你 你今天早上10点之前 你在想什么 我相信90%的投资朋友 你今天还在看电视的 你闷心自问 你10点之前 你想不想卖股票 我敢讲 一定很多人想要卖股票 那你没有卖下手 是另外一回事 但是当你闪过那个念头的时候 你再回头过来想我们讲的话 你真正该卖的时间是在哪里 我们不喜欢去讲跌的股票 或者是走弱的股票 但是我以大方向告诉你 就如同我过去在解盘的过程 我不断地用族群性 或者是肋骨来提醒你 你该把资金放在哪边 我在3月19号的时候谈过这件事 上柜指数出现技术形态的败笔 当你连续一个月的时间 看到每天都有40%到60%的股票涨停板 这一种它不会是常态 什么时候做结束 3月19号做结束 后面3月20号我加强补充 这个点一定不能破 结果上个礼拜它真的跌破 上个礼拜电听加速只有9加 跌幅超过5%有30加 你今天回过头来看 去年最热闹的股票 这一波不但没有涨 而且跌得很凶 那我们也只是轻轻地带过 因为我觉得 反正这是92%的投资朋友 你看我的节目 你是否有忠实观众 你应该不会犯这种错误 这是致命的错误 来 321我统计过 总共193档高档转空的股票 不是盘它就是跌 你记不记得我比较过一档股票 我说你当时如果买敦泰跟买安城耀 结果是什么 一档股票冲上去你可以获利了解 一档股票却摔下来 你从头到尾没有赚钱的机会 安城耀上个礼拜五跌停板 今天它再跌停板 230块半 这就是资金的流向 不是吗 后面我又补充了一档股票 我说4152的台围体 为什么你作战的过程里面 要有很多的工具 至少这种股票它告诉你 它低档没有翻多之前 你千万不要随便加码摊平 上个礼拜五还在跌停板 你知道吗 今天它又跌停板 我讲这个用意不是在于说 我们很准看到三个股票出现败笔 而是我要你去想 同样在3月17号这一天 你又没有办法研判出 自己手上的小型股要出 要把资金转到这些老牌电子股 如果你缺乏这份功力 那我希望你再更进进力点 因为回到我刚刚第一段话说 我跟你讲的 股票市场它是战场 没有人会因为你的股票跌同情你 也不会因为有人 股票一直涨就一直井上天花 而是你手上真的握有股票的时候 当它往上涨 那个才会是你的 反过头来讲 如果有些股票在跌 你手上没有了 那么这些股票跌停板 就不关你的事 所以等一下休息回来之后 我们要把这个资金focus回来 当然转强的股票已经开始转强了 你可以把这些马上转过来的股票 其实还有很多 现在之后我回来再告诉你 哪些股票已经低档转向 你可以做一个切入的动作 现在之后我马上回来 台大十分钟 静心在隔壁 千平基地 刚故至真 李天朵大林族 新日铁三强年首 专专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 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 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 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头痛 请用五分钟 爸爸 鹅排气密窗 专利复了是岛块 徐秘性能超越国家标准 3.5倍 有了鹅排气密窗 家就是宁静的停泊港 这家里打鼓 也是 来有 嘴记听 先用记听 五分钟 来回到现场 那么当然事先做好规划 面对任何的震荡 不论是经济因素 或者是非经济因素 你都可以游刃 有余 我们上个礼拜再谈到大盘的过程 我们上个礼拜设定几个条件 第一个大盘要在季线做直吻 电子骨要转强 季线要走量缩模式 下周餐之前 不量反弹做表态 今天达到第一个条件是什么 大盘走量缩 OK没问题 第二个电子骨直吻 果然是主要关键 所以当这两个条件都成立的时候 你问我今天早上为什么可以开低往上拉 我们是不是在上个礼拜就预告过了 所有的事情做好规划 然后你看到发生什么事情符合你的设定的时候 盘式就会照着你的规划走 我们上个礼拜再谈到电子骨 那么我们之前也谈过另外一类股叫金融股 很多的投资朋友很担心 尤其是比较连长的投资朋友 他们都会说徐老师怎么从元月二号到今天为止 那个金融股都没空情 我到底是不是要砍 那我们也之前讲过很多的观念 我说如果资金在电子 电子是主流 回到你这么喜欢的族群 你为什么不换 台股能不能守闻基线 金融股当然是指标股是一 3月21号我们谈到金融股从今天元月二号开始 从来没有涨过 但是你要去特别注意 既然电子股叫主流 金融股能不能继续跌 我认为它不能继续跌 因为从高点来放在这边 金融指数从1064点 跌到今天波段1.971点 24点 刚好是第13周的转折 再加上这一波它是突破颈线之后的回撤 所以景性加第13周的转折 短弹针对金融股 短弹可期 但不是回升 时间形态上面的转折 本周或者是下周 金融股会出现一波小反弹 那当然 你在年初没有跟上电子股节奏的投资朋友 你手上有金融股的投资朋友 把握本周跟下周 因为金融指数它只是一个范例 个别股另外在处理 我只能讲大方向 来 我们先来看电子 电子从季线开始转强 后面我从高价股再跟你谈到老牌的电子股 3月17号 我们提醒过各位投资朋友 资金开始转换到老牌电子 量大好进好出 所以我们3月19号告诉你 我们针对中小型股 获利落贷 这个叫操作规划 操作规划 来 上个礼拜五电子指数回到这边 我说左缺右口 但是下面有大量跟缺口 不用太担心 电子股表态台股就稳定了 今天电子股 开D网上拉收红K棒 是不是台股 日K线长得跟它一模一样 来放在这边 它回到320.53点附近 就是前一波过高的位置 加上这根红K棒 在这个区间 震荡整理 整个放大 由于指标创新高 我可以告诉你 这个高点非高点 整理过后 一样会再冲一波 重点的指标在哪里 当然是在整个大型态 电子指数 周线回到319.61点 这个大井线的位置 学过技术分析的告诉我 带量做真突破 量缩拉回叫什么 买点 它不是卖点 不是吗 是吗 来 看指标股 这是2454联发科 我在2月25号的时候 提醒过你这一档 经过两年的整理 融资来到波段相对低点 2月12号 跳空过际线 你很少看到这种大型股 跳空过际线 这边暴力空 这边跳空过际线 代表什么 筹码清洗干净 后面冲到465 本波冲到481.5 最近它连跌12天 注意哦 这边是亮缩的 放在这边 由于联发科 今天最低点是433 来到季线附近 第12天加上季线 它是台股 电子股的精神指标之一 既然季现在往上走 技术形态上面来说 这个点它也不会是高点 因为指标有创新高 这一波很强悍 这一波修正回来 我们常常讨论一个观念 就是同族群里面如果指标股不涨 代表什么 有两种 第一个 让出空间 让出空间 所以亮大电子股变成下个月 尤其是4月的主流 当然3月就开始启动了 如果你在3月17号看到我的节目 我是不是提醒你 我为什么当时花了两分钟 跟你解释这个观念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真的耶 徐老师 那小型股真的买1000张 涨50% 倒不如买1万张20块钱的股票 涨5% 我的资金不会够大 我怎么没有想到这个 但是当你想到的时候 然后验证给你看 我3月18号讲过 资金转换你要跟上节奏 老牌电子量大好进好出 联发科拉上去 然后往下做回撤 代表其他股票接棒 这个才叫多头 3006金毫科 3月19号创新高 两天成交量6.49万张 好不好进出 很好进出 3月20号创新高 今天大盘往下破一个小底 8508点 你知道吗 他今天快拉到涨停板 50块9毛钱 123456 涨了26.3% 你说徐老师怎么这么神奇 现在是不是每个人都在讲金毫科 那我反而问你一个问题 3月17号有谁跟你讲这个观念 资金小转大 没有呢 然后谁会记得你的3D列印 我今天不讲大窘 因为他已经破底了 但是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 你要站在控盘者的思维 如果电子指数要做真突破 他不能永远去动那些成交量很小的 我们讲白点 10根涨停板都不会影响指数的东西 你反而要回过头来看这些股票 所以当3062金毫科今天创新高之后 他是不是告诉你一件事情 老牌的电子股 往上做接棒 这是一档股票 6239厘程 今天带量往上冲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觉得这个盘很乱的时候 有人开始在涨了 这是3037的星星 今天涨停板 跳空过际线 五波下跌完毕 打了双重底 今天跳空过际线 我请问你 一旦越过反压 这条就变成颈线 变成什么 W底 今天有4.3万张的成交量 够大吧 够 所以很多事情是我们讲在前面 你要每天每天做印证 因为我们讲的每一个观念 都是代表的未来之间的流向 那当然很多投资朋友 看完这些股票之后说 需要是那你代表做 3.59华金科 你上个礼拜是不是暗示 我说投资朋友真的很聪明 来 华金科是不是量大好减好处的股票 是 绝对是 来 19块钱 第一档起涨 后面我买的第二次 第三次 第四次 这个你都验证过了 当我32块1.5卖掉的时候 你还是再验证一次我的功力 什么叫波段操作 现在回过头来讲 放在这边 前一波3.59华金科涨了69% 从3.2块2.5 修正到今天最低点 27.5毛 刚好第19天 加上季线附近 今天收了一个红K棒 来 这是今天的华金科 好 我要跟你讲的是什么 如果有第五波的买点 你要随时势机而动 这边 二三四 这边会变成第五次的买点 那你说 徐老师是不是要出手了 我认为你先不用急 因为有些股票低档期涨 你买在第一根 你会比较安心一点 就好比说 这一档股票我们上个礼拜做介绍 这边还在做一个震荡整理 我还是认为 技术形态上面转强 随时突破 都可以完成一个很大很大的形态 当然基本面上面没有什么大问题 我们只是告诉各位投资朋友 像我们这一波在操作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很多人在看这些股票 真的 党党我们的代表作都是从低档出发 不是吗 5280的敦泰229 后面300领域全部获利出清 今天跌到哪里 260.5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 当你会买股票的时候 你更要懂得会卖 你卖完之后它拉回来 你或许还有第二次切入的机会 所以同样的道理 归到我们上半段的节目跟下半段的节目 如果你手上的股票有任何的问题 它列在我认为不能再持有的股票上面的话 我希望你利用我们的精英状案 当然这波资金转换的过程 你没有跟上节奏的 我更欢迎你 甲午叫黑马年 要驾驭的好 请你集中火力才能够扩大战果 祝各位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见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大正确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明天见 冷气外泄 全非不见 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专专业的研究团队 老师犀利的见解 为您洞悉股市的大小事 给您最中肯的建议 给您最明确的方向 选择高薪让您放心 选择高薪让您坐拥高薪 高薪头裤是您唯一的选择 02-2717-5567 02-2717-5567 我是赵小龙 有好教育才有好国民 有好国民才有强盛的好国家 设计帮地球写日记 环境气候就跟人一样 都有着属于自己的脾气 与他们朝夕相处的我们 你看见到他们的情绪了吗 世纪不再分明 天气的变化难以长 靠谱 暴雨 温差 突冷 突热